杀伤力太大,古德帝又狂吹朱婷,几乎没用他否则对手更难打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多谢您点赞,欢迎您评论 北京时间2月21日凌晨,2019年欧洲女排冠军联赛小组赛第五回合 土耳其瓦基福银行3-0克胜得贾亚军斯图加特,主客场双杀对手的同时拿下5连胜 提前一轮锁定小组投名晋级8强 本场比赛,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主打前两局进攻,夺下10分,18扣10众亦失误成功率56% 赛后,瓦基福银行主教练古德蒂接受采访时还专门提到爱图朱婷,我们今天打得很好,篮房上有不同,但是对手并没有节奏 这场比赛,我们几乎没用朱婷,所以对手应该更容易些 要知道,本场比赛截止到第二局18-80,斩获10分的朱婷就已经提前打卡下班,改由超新星卡拉库尔特接班完成剩余比赛 上轮土超联赛,瓦基福银行以3-0击败黑马贝利克杜兹,从而主客场双杀对手,提前季后赛锁定8强席位 而朱婷那场比赛狂拿20分,体力消耗较大,因此此番欧冠古德蒂并没有让他继续打满全场 目前,欧冠联赛小组赛阶段只剩下最后一轮,按照欧冠赛指规定,五个小组第一和三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将直接晋级八强赛 目前积分排名前八的球队如下,瓦基福银行五连胜只丢一局,区区第二 200119女排欧冠小组赛 第一名,诺瓦拉15分 第二名,瓦基福银行15分 第三名,伊萨奇巴西14分 第四名,费内巴切13分 第五名,斯坎迪奇12分 第六名,莫斯科迪纳摩10分 第七名,喀山迪纳摩10分 第八名,斯图加特9分 第九名,科内利亚诺8分 下一轮没开打,不出意外晋级的队伍应该就是上面的八支队 主要看小组赛第六轮,斯图加特vs普罗夫迪夫 科内利亚诺vs罗兹LPS的比赛结果